VR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VR数据 我是你的老朋友,宅老师 今天的视频咱们来聊聊很多人说的 为什么QA3的GPU性能 Meta官方说只是QA2的两倍 按理说,根据极客1这些跑分媒体的数据 XR2 Gen2用的GPU是Arduino 740 应该是XR2的三倍性能才对啊 这样是不是代表 可能QA3的芯片处理器不是魔改的骁龙8 Gen2 而是8加Gen1呢 针对这一点 我们首先需要重新确认一下XR2 Gen2是不是还存在着 根据林奇之前的爆料 XR2 Gen2处理器的代号是SXR2230P 拆开来就是S代表Snapdragon骁龙的首字母 SR22就是XR2 Gen2的简写 我们在一个可以查询全球进出口数据的网站输入这个代号 就会看到从始至终就只有两家公司有记录 一家就是它的设计制造者高通 另一家就是套牢了各位钱包的戈尔 高通这边最近的一条记录是4月29号 他们出了一批在韩国制造的XR2 Gen2 但在此之前时间的所有记录里都是在台湾和美国 大家还记得传闻说的Meta为了降低成本 让高通找三星做斯纳美代工XR2 Gen2吗 在这里那线索就对得上了 同时在货物信息描述里我们依然看到了熟悉的A740 也就是GPU Adrenal 740的简写 而戈尔这边他们发货的货物申报信息里写的是Kit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开发者套件的这个Kit 戈尔组装代工嘛很好理解 就说明它这里的货物是一台包含XR2 Gen2的机器 大家注意看哥的这台整机的代号是QXR2230P 把最前面的S换成了Q 那这个Q代表是哪个英文单词 我觉得大家猜也能猜得到了 除了Quest还能是谁 通常设备开发生产可以笼统地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步EVT工程验证测试阶段 第二步DVT设计验证测试阶段 通常过的这两步就是可以讨论是否亮场了 那第三步PVT则是生产验证测试阶段 和最后第四步的MP亮场阶段 在戈尔的记录里我们可以准确地发现 QXR2230P 它在去年11月的记录里是EVT1.1.2阶段 23年的1月是EVT1.2阶段 到了今年的3月份开始就是DVT1.0阶段 而最后一次戈尔这边的记录是4月19号 那我们就可以推测一下 戈尔4月下旬发货Meta5月拿到货 认证通过DVT设计验证测试 并在6月1号火速官宣了Quest 3 这个时间线添上去是不是蛮合理的 就目前来看 XR2 Gen2基本上会和XR2加Gen1一样 是跟Meta的新设备一起首发 而且Meta大概率会有一定实现的先发独占期 那么根据上述线索来看 XR2 Gen2的GPU既然真的还是Adrenal 740的话 为什么只有两倍性能提升呢 像极客王跑出来的GPU天梯排名 好巧不巧刚好就是以XR2和骁龙865的Adrenal 650做100的基准分 明明就是有三倍才对是吧 针对这一点目前唯一找到的合理解释是这样的 我希望大家看一眼高通在发布骁龙8 Gen2的时候 他们官方是怎么描述GPU性能的升级的 根据这个截图可以看到 高通说Budgeon2的Adrenal 740只比前代平台的GPU性能提升了25% 然而事实是大家看极客王的跑分评测的数据结果 Budgeon2对比Budgeon1的性能提升肯定是不止25%的 其实差一点就在这里 因为高通和Meta描述的GPU性能 和大家普遍认知里跑分测出来的GPU分数 不是完全一个指标的东西 比如高通自己描述的时候 Adrenal 740比730的GPU性能提升了25% 且同时能效提升了45% 大家看到没有 高通自己认知里的GPU性能概念 是要跟能效的优化分开说的 但实际民间跑分测试分数是会把能效的提升综合考虑进去 我还特意去高通的英文网站 看了GPU性能提升这一句的英文具体用词 高通写的是图形渲染 这个词其实一直都是高通自己对GPU性能的明确描述 在前几年就都是以图形渲染的中文来形容GPU的提升 而且能效的表现是一定会分开来讲的 因此我也去找了从骁龙865的Adrenal 650 升级到最新Adrenal 740这三次移动平台GPU性能提升的官方宣传比例 骁龙888的Adrenal 660比650的图形渲染速度提升35% 骁龙821的Adrenal 730比660图形渲染速度提升了30% 对比下来反而最新的740只提升了25% 是上次里最少的 注意在这里大家没有必要抠字眼 在英文官方用语里一直都是Graphics Rendling来形容GPU的性能 那么我们以Adrenal 650为1的基准数来乘一乘 1乘1.35乘1.3乘1.25 这不就是2.19倍吗 我觉得估计高通自己也在纳门呢 你们看我这个数字命名就知道 从730到740 这个GPU也就是常规的规格升级嘛 怎么用户反馈是一次大跃升呢 所以我们还是来看一看从网上能查到的Adrenal 650和Adrenal 740的一些规格对比 在ALU逻辑运算单元方面 从756个变成了1536个 这是标准的两倍提升 频率方面 超频的话 587兆赫兹提升到了719兆赫兹 这里其实就提高了20% 着色渲染单元数量从512变成了1024也是两倍 执行核心单元则是从两个变成了五个 这里是2.5倍 只有32位的浮点运算性能是从1.3T变成了接近三倍的3.7T 其实当初林奇刚爆料说 KZ3的GPU性能对比有2.5倍到3倍的时候 我就专门做了一期视频来解释 他说的2.5倍到3倍的性能仅限于32位浮点运算数据的表现 对于游戏画质的提升不能简单的这样划算 像极客王他们跑分出来的分数 我给他取了个名词叫GPU表现分 带来图形渲染能力的提升 使游戏开发者拿到手里在游戏引擎里渲染的时候 能否有更高上线的做cost和几何面数 能否呈现更复杂的着色及效果 而能效的具体表现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这就是目前我能找到唯一比较合理的解释逻辑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 KZ3会率先用上下一代Android阵营最好的旗舰处理器 后续跟进的其他品牌设备也是如此 就算性能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那也没有办法 因为市场上根本没有第二个选择 OK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承受 就陪着VR承受 RudinVR载入圈 如果你也是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投币转发三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